从仁文教基金会于2012年2月份搬离就职 基金会办公室搬迁至台中市安和路继续运作 从仁文化教育基金会由前董事长陈铜箴女士发起 于1986年1月14日在台中市正式成立 每年颁发揭校励志奖学金 基金会服务方向以文教、社教、宗教为三大主题 这几年共成立少官、官户、育幼院、社区、校园、长青、宗措生等 七大工作队以及辅导、康府、编辑、多媒体、催事、医疗、外交、宿物等 八大人才智库 因为旧场地不服使用从仁文化教育基金会 董事们正积极寻找新旨并筹备建立新大楼 至2012年2月份起 从仁文教基金会搬离就职 暂时签至安和路 三月中旬佛堂重新安坐 继续推展基金会例行业务 三月中旬佛堂重新安坐